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只知道他歌声干净清澈 空灵如天籁 在这个嘈杂 浮躁的乐坛中 犹如一缕清新的陈峰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歌者 后来他各种搞怪爆笑的可爱场面 让他的搞怪的形象和讨喜的人设愈发丰满有趣 难怪他能成为热搜榜上清流一般的常驻嘉宾 大众越来越喜欢周深 甚至期待在各类综艺和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了 但为他开心的同时 我们也多了一份担心和惋惜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家对他的印象 已经从天籁之音 惊艳之类与众不同的词 转变成了可爱 搞笑这类营销惯用词汇了 明明不是流量 他偏偏被各种热搜捆绑着 在流量的路上越走越远 音乐精灵反倒成了歌坛的遗憾 如今大家更多的是把他定位成了一个艺人 而非歌者 这里面大有玄机 区别也有如天壤 只不过大家更喜欢看到他营业 而把实质性的问题都抛诸在了脑后 但这样的转变 对于一个真正的歌手来说 却是漫漫的危机 而且是致命性的 我们始终坚信 无论歌坛还是影坛 听众或观众们需要的绝对不是流量偶像 也不是综艺咖 而是真正能沉下心来唱歌的歌手 演戏的演员 2014年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网络歌手的周深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用异曲欢言惊艳全场后 腼腆的吐露心声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能够唱歌 我能不能唱出自己的未来 那时候的周深 即使有着超乎常人的唱功 但独特的声线与唱腔 还并不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 即使面对大众的难接受或是不认可 虽然内心很失落也缺乏自信 但当时的周深依然没有放弃做音乐 在直播平台开卖 在没有过外爆出奖赏的情况下 一唱就是9个小时 而中国好声音的一炮而红后 周深终于被大家看见了 好声音连续办了九届 走出来的选手车在斗梁 数不胜数 但真正能在歌坛站稳脚跟的 却寥寥无几 别说普通的好声音选手 就连每年选出来的前三甲 大多数人也都回归正常素人状态了 但周深以普通学人的身份 硬生生地闯出了一片天 而后 一手空灵优美的大鱼 更是把周深推向了另一个巅峰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也正是这首歌让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了周深这种男像女生的存在 甚至 即使当初在比赛中 周深并没有拿到最优秀的名次 但她的元气已经远远超越了同期比赛中 名次比她靠前的其他选手们 有了博明度 传唱度极高的成名曲和代表作后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大量的商演 综艺和曝光 从那时起 周深就开始 常常出现在各大卫视的综艺节目上了 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我们的歌 深入人心等音乐综艺上 周深的表现也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通过大量的节目曝光与真人秀表演机会 周深靠着过硬的业务能力 吸粉速度也在迅猛增长 后来她甚至被邀请参加歌手当打之年 其中周深一人分是五角演唱的《达拉崩巴》 更是近两年来华语乐坛上的一大舞台神作 令人至今印象深刻 好评如潮 以至于 总决赛中周深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 引发了全网声讨以及全民意难评 天外之音的周深和日本歌基米西亚 都是歌手当打之年中 争夺歌王桂冠的热门人选 总决赛中他们均在稳健发挥的前提下 被提前安排出局 大家轰轰烈烈质疑节目的同时 周深在歌坛的声望也与日举增 但是 就此往后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 除了春晚的一次演唱外 对周深在音乐作品上的建树成果似乎停滞了 更多的资源与曝光 为他带来的不是更多新鲜高品质的音乐输出 而是不曾停歇的综艺录制与晚会表演 以今年二月为例 仅一个月的时间 周深就已经在不同的八档综艺节目中出现了 虽然对于艺人而言 一定的曝光和流量才能收获更多的商业价值 以换取更优质且丰富的音乐资源 然而 无过多的炒作与综艺的录制 也势必会压缩大量沉淀新制做音乐的时间 毕竟做音乐这件事 是容不得半点浮躁与分心的 比如 人间清醒大张伟曾经就说 自己上综艺 街上演示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可惜 在综艺节目的轮轴转中 难免做音乐的时间会受到严重压缩 近几年大众对大张伟的印象 早已不再是歌手或是摇滚乐队的主唱 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综艺咖 回顾周深的发展之路 他正在赴大张伟的后尘 都是歌手出身 都是段子手 所不同的是 天才少年早已经过了巅峰期 在歌坛上 已经人过流明了 但周深还不一样 他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还大有可为 安逸于做综艺咖 还是前行当歌手 何去何从 这是个问题 流量 热搜本就是进花水月 很多沾爱粉都搞不懂他的团队为何会这么在意 以前的时候 周深需要曝光亮 需要打知名度 但他现在已经成了其知识的人物 这些于他而言已经如浮云了 其实从周深出道至今的作品就可以看出 在大于问世之前 或许由于资源与资金的限制 除了和当年选秀比赛的搭档 李维和出的一张音乐作品外 几乎没有多少个人音乐作品的发行 大多数都是翻唱 而随着大于红火后 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商业歌曲的合作 以及影视剧Ost的邀约 在积累了一定人气和资源后 便趁热回归本期 做起了自己的音乐 并在2017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深的深》 这张专辑由高晓松亲自掏刀 发挥出了周深音质上最本质 也最完美的一面 给浮躁的华语音乐圈 呈现了一份唯美精良的听觉享受 即使在当时 还未在各大综艺出圈的周深 都能把握好机会 创作出一张亲人心脾的音乐专辑 而在大家对他的下一份作品 有着更多期待的后来 他却再也没有出过一张正式的音乐专辑了 其实在歌手当打之年的全方位展示后 周深已经让大家看到了 他身上很多的可苏性与可能性 他大可抓住这次机会 好好钻研一下自己未来的音乐发展方向 多做一些新的尝试 在这个口味审美变化极快 全名求新的时代 许多歌手都想挑战新的可能性 比如张亮颖跨界说唱 虽然成绩不太理想 但也是一种自我突破 又比如李雨春 刘希君 大张伟跨界独立摇滚 都是一种音乐上的深度挖掘 与向前的探索 当然也有很多歌手及时想创新 但无奈受限于大众传统印象的 禁锢或资源的限制 根本没有机会去尝心 而周深在这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 所做的确实游走于商演和踪影间 演唱的依然是大量的Oster和翻唱 那张挂在嘴边的第二张专辑 至今不见踪影 即使偶尔出了单曲 也是在安全范围内的本色出演 毫无新意 实属可惜 其实不论是周深本人 还是周深的团队都应该要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究竟什么样的路更适合周深 或是周深自己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通过热搜和综艺炒出来的曝光度 或许是能在短期内极具大量的人气和变现价值 但是对于已经年近30的周深 在新人小鲜肉层出不穷的环境下 这条可爱路线又能走多久呢 其实真正能留下来帮助周深细水长流的 在音乐圈站稳脚跟的只有作品 而以现在的情况而言 周深的时间不是在录制综艺 就是在去赶商演的路上 即使站上了商演的舞台 想起的音乐必然是那首唱了五年的大鱼 又或者是靠在综艺上出圈的翻唱作品 周深的能力与潜力 绝对不只仅能带他走到这里而已 他有浑然天成可遇不可求的独特嗓音 有后天求学习的高超技艺 他是天生的歌者 他本应是唱着更多动听独特的音乐 带我们前往探索音乐王国里 那些未知领域的音乐精灵 却落入了俗成 在娱乐圈浮躁纷扰的环境里 唱着最频繁的曲目 寻欢望复跟着我们在音乐审美上原地踏步 周深第一望你不要忘记 当初站上选秀舞台时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